记者同见李苗栗报道,农历春节将借苗栗县政府考量计程车运将于春节在客辛劳,也避免随意加价,喊价情势,衍生达车纠纷,调整县内计程车春节运费标准,于13日零时起到20日深夜12时止,收费按表加收30%运价,令警方也执行计程车专案机查勤务,保障乘客乘车安全。 政府工商发展处表示,107年农历春节期间计程车运价调整14日期,自2月13日零时起至20日深夜12时止,收费为按表加收30%运价,2月21日零时起恢复正常运价,民众如玉卫依规定收费或拒载等情势,可向监理战深速反应。 令,警察局也一强化计程车驾驶人管理工作执行计划,于13日下午5时至晚间9时,全面就辖内车站、观光景点、计程车招呼站等。 计程车亦搭载乘客之场所,针对计程车违规营业,未照或冒用职业登记证,无职业登记证及职业登记证为依规定查验等重点项目。 加强执行计程车,并协调公路主管机关对于包车旅游机违规法计程车进行联合机查,即取缔白排车两件,无职业登记证一件,未依规定将车顶登固定一件,超速一件。 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长张俊安指出,警察局于春节期间将持续落实管理及机查作为,民众搭乘计程车时应注意车内是否有放置计程车职业登记证,并核对照片与驾驶人是否相符,若发现有意或遇到可疑人物言语骚扰,不按表收费等情形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 张俊安表示,此外乘客搭车时,请牢记计程车驾驶人姓名,样貌,车号,时间及相关事证,立即拨打110报案。 此外,也不要饮用陌生人或来路不明之饮料及食品,以避免饮料中遭下药,造成饮用后受害。 春节期间警方希望透过严正执法方式保障合法业者并防反计程车治安事件发生。 全国民众到本县观光、旅游或洽工都能安心搭乘计程车,让民众都能欢度新春佳节。